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终于有自己的工作室了 这个工作室是什么呢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说我的楼下是有单独一套房的 以前是住了一个小姑娘 她跟我已经住了大概十年了吧 这个房间其实大家之前有见过 因为我之前我们家有一次下雨太大 这个房间进水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楼下 我一直说我家是两层 我们家属于夹两层 就是前面看上去是一层 然后后花园看上去是两层 而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一层 给大家看一下 女孩子因为她搬走了 有了自己的家了 所以这个房间终于空出来了 给大家照一下 我现在就打算把它拿来做我的工作室 昨天晚上采访 那个心理辅导师 就是在这里采访的 感觉超好的 这个墙我游过 我把它游成纯白色的 方便我以后拍片 或者是以后我们放一些投影器 在这里看电影 会更方便一点 那目前为止暂时 就是这种设置 可能之后会加两盏灯吧 但是我觉得我拍了已经两三年了 就这么一个灯到底 所以说目前为止 为了极简 也不想太添加多少东西 那旁边的这边 我就放了个电子 就是我喜欢一个人 静静在里边想事情 那目前为止 因为我学极简下来 我不想太快的去把这里填满 所以目前为止 就是还没有放任何东西 我在想 就说我需要添加一些什么 那这些装饰品 其实基本上就是之前就有的了 之前我家里就有 所以我只是暂时放了一下 而这些东西 是之前小姑娘留下的 我觉得放着挺好看的 就放在这里吧 也不用去动了 那这边 就是可以通往 这边可以通往我的后门 所以给她看一下 我的后花园在这边 看到吗 这边就是我的后花园了 下面这个房间呢 它是有自己独立的厨房的 它没有煮饭的地方 没有煮饭的地方 你可以放一个电磁炉 但是一般 之前女孩子是不会在里边煮饭的 我们在花园里边呢 会有那个BBQ炉啊 然后或者她是在门口啊 用电炉在外面煮 因为华人煮饭嘛 油烟太大 所以里边呢 是有个水槽啊 但是没有煮饭的 有一个冰箱 这里呢 有一个独立的厕所 洗澡间 这洗澡间的话 还没有正式打扫干净 边边还是脏脏的 所以我都把那个 吸尘器放在这里 准备继续打扫 这边呢 已经打扫干净了 并且开始已经运作了 我觉得这个房间空出来以后呢 对我以后拍视频呢 邀请嘉宾做采访呢 会方便很多 之前呢 我上面 家的上面 只是住家的嘛 没有一个好的场景 而且就是很不方便了 如果邀请采访 嘉宾采访的话 特别不方便 现在有了自己的studio了 我们可以看看怎么设置 让就是整个拍摄环境啊 然后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又不会打扰到楼上 就是完全 这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生活区域 那这个就是窗外的风景 看到了吗 我们家后院 属于是两层的 低下来的 所以这里的这个风景 还是蛮不错的 都是绿油油的啊 感觉风景还是蛮不错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个就正式成为我的工作室啦 这是蛮宽敞的 我等我以后呢 如果有什么新的添加 我再给大家录啊 完全是一个独立空间啊 可以去洗澡 上厕所都没有问题的 我这不已经连着好几天 没拍视频了吗 正好昨天 难得昨天有时间 然后邀请了心理辅导师呢 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 匆匆忙忙的 那我今天 由于这是新天早上嘛 我的三月份有课程 每个星期天早上 我们有课程 所以今天就放自己一个假 顺便给大家拍视频啊 汇报一下 我最近在忙什么 整整一个星期了啊 之前拍了 关于澳洲封城以后 状况怎么怎么样 大家都蛮乐观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情况就是 对于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 就越来越糟糕了啊 但是我看 但是看到人越来越少 我心中就会感觉到 这事情可能很快就快过去了 因为大家隔离的越好 越可以像中国一样快速的回复 正常啊 但是对于我们做生意来说 很多人就是已经 我们很多员工都已经被送回家了 特别是我自己的公司 员工送回家之后 但是我们依然还要运作 所以呢 我现在上个星期就是一整个星期 不这个星期就一整个星期 都在上班 呃都很忙 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 连拍视频的时间也没有 那再加上澳洲 现在这个口罩 不是很紧缺吗 那我一个朋友 他是从越南 他不是从中国 他从越南 接了一大批口罩 然后就是 我呢 就在网上 又帮他做宣传啦 然后顺便 又帮他去寄出去啊 就是去给我们观众 往西尼啊 坦培拉 各个地方去游寄 大概五天之内 一万多个口罩 基本上都卖空了 他进的这批口罩的价钱 是非常合理的 又便宜 比就是说 比中国的可能还便宜 所以就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还有的呢 就是呃 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我自己本身 有参加一个慈善组 慈善组织 名字叫为影响未来 那我们在这个组织里边 我们大家也会开会啊 然后就讨论 我们在这个时候 怎么能帮到呃 澳洲 目前为止 他们进行到 已经和医院 要了清单 慈善机构要了清单 然后呢 我们的里边的组织人员 又到中国 去阿里巴巴和高层谈 然后呢 来帮助澳洲 进一些资源 所以最近呢 就是在忙些东西 而且呢 在就是我交接口罩的过程当中 我还碰到很多 我们的 我还碰到我们的观众 他因为他服务的部门 是专门是 服务老人家的 正好呢 我们自己的慈善机构 我就是我们是筹款部门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找到一些 真正有意义的捐款部门 所以我也帮他们拉了线 双方都很感谢 慈善机构可以找到 更恰当的弱势群体去帮助 那他们照顾老人家的 这个慈善机构 同时也得到相对的帮助 就是我同中呢 就帮他们签了一个线 所以在这短短几天之内呢 我就会感觉到 我觉得我们做身为YouTuber 我们的人际网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特别是那天在网上 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要我朋友在医院里边 没有防护服 以往你能不能帮我找找 看有没有人卖防护服的 我就上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就说 万能的朋友圈啊 有谁卖防护服 哗哗哗 十几个人来找我 十几个人都告诉我 就是供应防护服的渠道 当然有澳洲本地的 也有中国的 就是各式各样都有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就忽然觉得 哇 我觉得人力资源啊 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把适当的人 适当的资源联合起来 大家就可以互相帮助了 那在这里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特别好笑的故事就是啊 这两天呢 那个澳洲有一些媒体在报道 说我们什么中国一些大企业啊 在一月二月份的时候呢 就买了很多澳洲的口罩 防护服去寄回到中国 就就是捐给武汉了嘛 现在呢 就好像说这边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好像赖我们中国人了啊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在这种危难情况底下 资源的移动 这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那现在在澳洲紧缺和需要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依然有本事 给他全部给他填回来啊 所以呢 其实我们都是出于一种爱心 想要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那在物资调动这方面 其实根本就没有说是对是错的 因为 他只要在关键时候 我们能给予 我相信就算澳洲在紧急情况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依然会大批大批的 把物资来调动到澳洲这边来 而且我们中国也是非常非常乐意去帮助澳洲的 所以我觉得 有一些媒体去说话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而且这样会影响到民众的想法 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去邮局帮悉尼去寄这个口罩嘛 有的观众朋友就在悉尼他们买不到口罩 就通过我这边看到我这有就跟我买 那我去寄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 说哎呀问一下口罩可不可以寄 我说哎这个口罩不让寄了吗 他说不让寄出国 然后呢那个就是邮局的人就很不开心的说 哎呀都把这些物资都寄出国了啊 中国人都寄出国了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他说这个测纸也寄出国 我心想谁会寄测纸啊 可能有了但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不会寄测纸了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知道吗 我就给他看 是我的寄的这个口罩 我说这批货是我们从外国 从国外寄进来帮澳洲的 我说你看好这个包装 这是我们从外边寄进来帮澳洲的 他后来看了包装之后呢 才哎呀很微笑很有礼貌这样的 临走的时候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又跟我打了招呼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故事就真的可以展示到了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印象会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华人群体真的应该联结 联合起来 多去做一些慈善的事业 让多去做一些帮助澳洲 在这个至少在国外的这个大环境底下 让他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去抢他们的物资 去把他们的物资都用回中国 而是在当澳洲有难的时候 当国外有难 不管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欧洲也好 当当地我们住在当地的人 当我们有当国家有难的时候 我们依然会伸出援手 我们非常乐意的捐钱捐人捐物资的去帮助澳大利亚 愿意帮助当地国家 所以呢有些时候就说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的每一个行为 有些时候真的会影响到西人对我们的看法 那很多时候 以前有很多新闻讲什么抢奶粉啊 抢测纸 其实是在的啊 目前为止 我就说看到去抢测纸的 我还真没看到我们华人抢 但是他们也有人说 是因为我们华人这个危险意识太强 已经早就买好在家里堆着了 反正是我没堆了啊 反正我没堆 但是封城了 现在封城了 整个状况就接下来非常非常安静 生意特别难做 但是政府呢已经就是出了各种各样的条例 上民众啊也会发钱了 失业的也会补助了 然后那个工房的也可以拖延啊 就是工房的可以延迟工房 但是呢好像有讲到的是 如果这个工房你要从这个固定的利息转成活动利息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交一笔费用 但是你知道西人都没有钱吗 甚至有的人不理解 不想交这笔钱 连房子都不想要了啊 所以我说就是很多人不理智 遇到这种情况 也很多人就马上就搬家了 说我没有钱供房子 我供不起房子 他们就搬走了 所以这次确实对经济上还是有一相当大的影响了 那可以说澳洲本地的各大企业都大家都伸出了援手 比方说我们都开始变成了回家工作 回家去上网 回家学习 所以呢电话公司也会每个月会多给我们几个GIG 就是GIG8呀 去给我们就是用啊 总的来说整体的社会 大家是万众一新的 都为了这个疫情在努力 但是有一点让我实在不能理解的就是 我们澳洲本地的护士 医生 医生我不知道 护士是不戴口罩的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 我在我的Facebook上 我还有分享两段视频 一段视频呢 是就是华人 不是华人 就是亚洲国家的医护人员 他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套 很多很多的防护服保护自己 而另外一个视频呢 就是一个真人真事 澳洲的护士 他去上班 戴口罩 但是呢 就被别人就是停止他工作 让他回家 甚至还要和他的就是资源部门交谈 说他引起恐慌 并且说什么里边的这个叫容易滋生细菌 就是这个护士他为什么戴口罩呢 是因为他一月份 二月份刚从中国回来 他也隔离了14天 但是他因为他看到中国 他知道这个病毒有多厉害 所以他上班的时候他要戴口罩 之前有一个护士也是 他戴口罩之后那位戏人的想法 就是戴口罩就是生病了嘛 他戴着口罩上面写 I am well 就是我没有生病 我是OK的 那依然到最后还是被别人叫停 然后送他回家 说你这样会引起恐慌 那在澳洲的医院已经有护士在感染了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 那种正常人如果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 你保持正常的这个正规的这个社交距离的话呢 就还可以是不是比较安全的 或者说还可以理解 可是护士和医生如果不戴口罩 我真的是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无知呢 还是天真呢 总之 吸引人的想法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那当那个护士非常戏份的说了吗 我就跟他留言 我说不用生气 至少等他们都病倒的时候 还要你来可以去救他们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保护意识 是要非常非常强的 那可以说意大利那么多生病的 华人中招的非常非常少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防护意识非常的强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只要把口罩戴上 洗洗手 做好防护 做好防护的这种装置的话 这个传染还是 是绝对可以被隔离开的 所以目前为止呢 我们现在的状况 澳洲现在的状况呢 可以说 大家都在盼着这个病毒快点结束 大家也非常配合 都非常配合 今天像今天 今天几乎是没有人的 因为大家都不用去上班了嘛 都在家里边 也没有人到处乱跑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在做对的事情 都在做对的事情 只要能一起齐心 把都隔离 就像中国那时候宣传的 把病毒给憋死了 给憋死 给憋没了 那我们就越快 可以快速的 恢复到这个 正常的生活当中 就像多天做采访 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 不经历事儿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前的生活 有多幸福 所以现在呢 通过这段经历之后呢 让我们可以彻头彻尾的 去好好的 思考我们的人生 而在这次的考验当中 没有通过考验 或者是经受了非常打击的朋友 更应该好好地去规划 你接下来的日子 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样吸取教训 去来过好我们的未来啊 好 那今天呢 就简简单的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这个星期都做了什么 我尽量会多上视频 但是由于时间的问题 在家最近也是一直在忙 就是我现在在努力地 发动我的人际网 能帮到就是能从各个层面 去帮到更多的人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YouTuber也好 发动你们的人际网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连起来 让我们在这个不分国界的 疫情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互相度过难关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一定是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给自己再添加一个摇椅 看着窗外的风景 感觉好极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